幫他聚寶啊 市議員對你來講是小事情是不是 壓低帽子面對追問 始終不回應 諸葛龍棄寶潛逃 上個月二十一號高院傳喚 擔任聚寶人的妹妹盜案 但他卻公稱跟哥哥不熟 對於下落疑問三不知 檢警追查後發現 諸葛龍在八斗子出海 所搭乘的豪華遊艇 就是登記在極限超跑 創辦人周澤南名下 現在他涉嫌協助逃亡 成為檢警頭號的調查對象 就連前黑幫分子都很驚訝 竟然還有人會替諸葛龍安排偷渡 檢警推測其中的交換利益 恐怕非常龐大 因為光從事業版圖觀察 諸葛龍從不動產開發 到殯葬事業 觀光旅遊等領域 都有經營 但他也因為炒作龍邦 以及台塑寶股票遭中判二十四年 已經七十歲的他 疑似害怕發監後就出不來 交保後就開始策劃落跑 二零一六年 諸葛龍以四億天價交保後 法官預令每天晚上七點前 要他到台北市三張裡 派出所報到 但他卻在上個月七號 人間蒸發 派出所所長也因此背鍋下台 事後也出現針對 重刑犯管理的檢討聲浪 針對這種重大金融犯罪的話 因為他本身非常有錢 那應該要考量說 他的對社會經濟的危害 以及是否要給予電子繳僚的話 是有討論的空間 因為禪禮人犯罪 最重可以判七年 檢警接下來要查個清楚 這次的氣包潛逃 背後還有多少正商名流 在暗中助他一臂之力 紀新穩 顏凱旭 余家瑋常安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